Tokyo 哈囉 大家好 我是AXPLAC 今天是可可 今天我們發現我們的部警非常不一樣 其實是AXPLAC 總部現在已經 搬家搬到新環境 所以大家以後看到的就是 我們新的部警了 沒關係 還有再回到今天一下! 整體就是今天也要跟大家介紹好玩的RK小遊戲喔 那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呢 這是The Square M 然後它發行的一款就是 有點類似像彈幕 彈幕設計的一個設計遊戲 那以往比較不一樣的是 它我們以前的彈幕的像雷電啊 那樣它其實直向捲軸 但是它這個不一樣的是 它是整張地圖 玩家要跑透透 然後去把那個敵人給射下來這樣子 OK 那我們先來看看遊戲吧 OK 那我們現在呢 就來玩Zero Day A Train On Elf 那其實 剛剛講的它就是一個 像彈幕遊戲的設計方式 那它其實可以 除了它可以自己玩單機遊戲之外呢 它也可以玩連線 就是最多可能就是四個人 四個玩家也可以在線上做連線 合作模式這樣子 那我們先來Zero Day A Train 那它上面呢 其實它 呃... 蠻有趣的 它可以選擇地圖 那它總共有 呃... 紐約 紐約的地圖 然後 然後還有 東京跟巴黎 大朋友 我們先選紐約 然後它在裡面呢 也可以選擇 就是它的機種 它每一種 就是每一種機種 它都會有不同的一些髮型的 螺絲 那當然如果說是初學者的話 其實一開始先玩一隻會比較好 不然會玩到一種摔機 那我們現在先更知道 OK 然後我們現在進入... 進入遊戲 然後它就是像左下角會看到它有一個那個魚 那那個魚千萬不要跑過去了 因為它那個會有攻擊性 它會爆炸 因為它被電到吧 它會不會被電掉 也不是實在是會瞬息 那從那個沒有跑出一天的小小的一個 那個敵人 打死它 那時候它就會掉落 因為它發... 我剛剛把你直接射小小的子彈 現在可以發射無焉 那就是因為我射這個 敵人掉落的那個小的... 12段的能源之後 就是那個... 攻擊力啊 還有... 就會變得比較強 會進化 不過...重點都不在那些小怪 都很實在是大的 所以我們要想辦法把... 打... 打掉 阿這個... 其實跟我們以前玩的那種 散步的部分是像 然後它剛剛發射出來的小小的 就... 打掉之後一片的分散 更多小小的... 對... 敵人 所以就要比較獨立的套 那它隨時可能也會從剛剛上手 因為... 敵人都會放出... 紅色的... 有沒有紅色的這個氣體 所以只要注意說... 你身邊有比較的氣 因為你會一直撞到 他腳... 如果... 就把他... 然後他一直中間 然後... 然後... 變成...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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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要躲避子彈之外呢 你也要換成它 身形 那它其實... 就是跟一般的那個... 啊... 跟一般的那個... 板球啊... 或跟一般的單位遊戲 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 以前我們都是玩四象卷主 就是... 直直的... 往前走 可是它這個... 是... 正道的敵人 不是... 可是... 你現在打完這一局 啊... 要來... 往下... 往... 右下角啊... 或者是... 去找... 那敵人會隨時... 就是... 經歷的什麼... 地表上冒出外 那... 這關是... 第一關... 最前陣子 我已經被爆炸了 喔... 這... 這... 是... 是... 好...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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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它地圖很大有沒有 那... 剛剛有說過... 就是... 其實是連線遊戲 其實可以連線遊戲 其實... 畫面上看得到 有三架... 有三架... 集體也不得了 那... 現在已經沒有連線 所以它是... 有NPC在玩 那... 如果到時候 就跟我說... 曲線上去可以連線的話 就會變成...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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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然後... 除此之外呢 我們今天玩... 以前玩... 只要累積到... 一個... 一個... 之後... 就累積到... 到一個... 燈量之後 就可以放了一下 那其實這一款遊戲呢 也可以... 除此之外呢 它... 也可以加... 在... 在... 那個... 可以讓它加進... 喔... 可以比較快速的 補兵一些... 呃... 一些... 炮彈的東西 所以... 尤其是這一個 這一隻... 像8... 9...8... 鬼鬼... 它會放一些... 6... 不打死 所以... 它才會放一些... 機器... 喔...來... 好... 其實看到很多敵人... 只要按RB... 哇... 它就會把... 按RB的話... 它就會... 把那個大絕招... 發出來... 那那個大絕招... 看有沒有... 是在右上角... 它現在又寫字眼... 對... 那當你被... 敵人圍攻... 像... 多多小小的... 像... 那... 那... 那個大絕招... 看有沒有... 就是它一個... 放回去的攻擊... 這樣就可以去... 各把... 把放回去... 那一隻... 就... 直接... 給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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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然後以上呢... 就是可可今天跟大家介紹的... 阿可小遊戲... 那其實... 呃... 如果我喜歡以前玩一些... 彈幕遊戲的玩家們的話... 其實... 應該會... 蠻... 適應這款遊戲... 而且會覺得這款遊戲蠻... 特殊... 也不一樣... 因為怎麼說... 因為像可可剛剛說... 就是以前... 我們玩彈幕遊戲... 可能就是很像的... 就是直向的卷軸... 然後你就一直跑... 然後... 能移動的空間很小... 那相對... 其實它可能難度也很高... 因為... 你必須在狹窄的空間裡面... 去閃躲那些炮彈... 那... 所以說非常刺激... 但當然... 這... 這款遊戲... 它其實... 它是整張地圖的... 但是... 也因為相對... 它是整張地圖... 所以... 常常會有可能... 上下左右被... 怪物圍攻... 然後它同時發射... 那個彈藥的一個... 就是危險... 那... 所以就必須要靠著... 靈巧的雙手... 然後移動啊... 然後... 去閃躲那些炮擊... 那... 所以就會變得非常刺激... 所以... 今天可可跟大家推薦囉... 那我們下次再見啦... 掰掰...